本月初花蓮牆鎮儘管復原工作仍在持續進行 但多數的基礎設施和交通都已恢復 交通部觀光署和台灣觀光協會 日前率領國內旅遊飯店業者近200人 赴東京推廣台灣觀光 發表安心宣言 強調除泰魯閣受到較大損害外 各觀光景點仍照常營運 隨著我們台灣在推動這些主題性的 譬如說我們有花火節 譬如說我們有生態旅遊 我們有這些部落旅遊 相信這個改變一些旅遊形態 那麼會更多吸引更多的日本人來到台灣 那我們也倡議能夠守遊族到台北北部 但是從遊客的話到中南部 台灣觀光協會表示 台灣和日本的旅遊關係 來往人數一直處於不平衡的狀態 但隨著日本民眾旅遊意願增加 台灣方面可預作準備 我們把所有的多元的產品準備好 那日本人會有多元的選擇 產品的選擇 價格的選擇 地區的選擇都是多元的 那這樣子的話 再加上我們的一些獎勵的作息 香氣和平衡的狀態 應該可以慢慢慢慢的遊手改進 觀光署指出 為了加速台灣觀光早日回復到疫情前水準 也推出獎勵方式 包括購買國籍航空機票 可折抵5000日圓的優惠 台灣已經準備好 誠摯歡迎日本旅客來台安心旅遊 中央設計的戴雅珍東京報導 雅珍這麼 非 雅珍 coherent 雅珍